机变阴萌还能硬控住各位吗 要是不能的话 假如它第三季真的要出了呢 这部在15年上线的 没有人类召唤者 也没有人类变身者 国内首部真正意义上的 全机甲题材动画作品 当年在电视频道播出之后 就热度爆炸 可在口碑上 却是一直包扁不一 究其原因 还是在于抄袭传闻上 我也有专门去仔细对比研究过 在OP和一些分镜上 肯定是有类似画面实锤的 这一点我们要勇敢承认啊 挨打要立正 错了就是错了 但这部作品当年能火 也肯定是有着其优秀的地方的 就比如大受好评的剧情和画面等 咱们就先带大家大概回顾一下 这部争议很大 却依旧热度爆炸的动画 在浩瀚的宇宙中 有一个由机器人所统治的星球 但是能源枯竭危机的到来 毁灭了一个又一个星球 于是这些机器人便开始在宇宙中航行 以此来寻找解决的方法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 它们为了获得能源产生了巨大矛盾 从而分裂成了两个组织 分别是光蒙和影蒙 它们都是站在宇宙生命体顶点 并且互相对立的存在 而贯穿整部动画的这场星际争霸 也将由这些机器人拉开帷幕 开局伴随着光蒙三人小队的战斗展开 也是我们第一次见到主角赤风云 他们发现地球曾经也出现过能源枯竭的问题 却被星球原住民自行解决了 所以赤风云判定 在地球上存在拯救自己星球的方法 一开始巴达通还不相信 觉得自己身为高贵的宇宙最高生命体 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一个落后的星球怎么可能有办法 赤风云却不这么认为 他猜测 人类一定得到了传说中的无限火种 那是一切的生命能量源头 反之不管怎么说 他们都必须去地球走一趟 于是向光蒙汇报之后便出发了 不过他传递回光蒙的消息被隐蒙解惑了 隐蒙盗猎团首领叶旋风 也带领着手下跟随他们的脚步去往地球 故事的主线便由光蒙和隐蒙 在地球上抢夺无限火种展开 这里关于赤风云这个主角就得单独说一下了 这哥们是出生于反派阵营隐蒙的 后面为了追求和平来到光蒙 结果发现光蒙也不行 最后导致隐蒙认为他是叛徒 光蒙认为他是间谍 这个宇宙已经没有地方能容得下他 可是他从不后悔 他的正义并不是别人定义的 而是自己定义的 他会坚持他认为对的事情并贯彻到底 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想法有逐渐的主角 但是虽然是以宇宙和平为目标 有这一个圣母的愿望 却没有一点圣母心 该打就打 该杀就杀 那是一点的不手软 而在剧情上前期是比较普通的 也就是收集装置然后一起打反派 但是后续相继爆出117的目的 知道了赤峰云的无间道身份 就开始逐渐丰富起来了 加上叶池峰和叶炫峰这些反派角色的塑造 也是非常的丰满 到了第二季之后的剧情就更加深入 爆点和反转也是一个接着一个 而在第二季的结尾 即便一谋给我们喂了一嘴刀子之后 就再也没有动静了 阿信觉得一个视频 也真的很难把其各种经验的反转剧情说清楚 这里我是真的建议 大家可以回头去看看原片的 毕竟距离第二季已经过去7年了 刚好在第三季上线之前 可以把之前的剧情好好回顾一下 这一次官方是高调宣布第三季即将归来 属于是有生之年系列中 终于有一个打赢复活赛的了 而且根本真心建议官方 可以找个靠谱的国魔厂商合作一下 即便一谋里那么多帅气的机甲 我感觉是很适合出偏高端拼装模型和玩具的 在动画的更新期间同步更新周边 保持一个健康的运营 这样观众们也许还能看到第四季 第五季 最后声明一下 这条视频不是广子 单纯是私信阿信 让我说这个的粉丝很多 然后作为一个国产动画区博主 能看到这些优秀的作品能活过来 也是一件让我感到非常开心的事情 最后就用哥们自己做的一段混戬来结尾吧 希望大家喜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